大家好,这里是优越又惊恐 这期给大家带来猫咪晕染印花甜色美甲 指甲断了,所以特意做了延长 因为做了延长,所以没有涂刷底哦 大家记得涂刷 我现在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涂刷了指缘胶 蓝绿色先在这三个药印花的甲面打底 这个颜色蛮显黑的,做款式正好 然后用蓝色和荧光橘,涂刷好食指和小指 这里记得要涂刷两层哦 准备海绵,在已经干燥了的中指和无名指多次晕染 每一层干了再做下一层,不然会把颜色黏起来 最后效果是这样的 准备这块many already,猫咪樱花板 这是原来的bondom mustard 然后用这个金属色印游来取涂 尽量不要停顿,不然很可能取涂失败 前面一小段猫咪花红旺加录像了 反正就是随意的点一下 然后我很喜欢蓝玫瑰,于是给玫瑰填了蓝色 接着是白色除菊 填充的时候可以把旁边需要填色的部分用白色填充了 这样颜色会比较饱和,不会透底 因为大拇指的底色是蓝绿色,所以叶子就不用填色了 转印之前在大拇指带涂刷一层指甲油半干不干的时候转印 成功率超高 然后取中指的涂给空白的猫咪填上白色 之前在花红猫填色,但是不太明显,于是我果断放弃 涂刷一层底油,待半干不干的时候转印 取无名指的涂,没有填色,直接转印就好 印花部分全部完毕,撕掉防疫焦 但我最近手比较干燥,所以防疫焦比较难撕,但是没关系 我没有笔刷沾取卸甲水擦掉就好 在印花的假面刷上印花隔离油防止拉花 最后,涂刷顶油 在这里我选择了磨砂顶油 它加磨砂顶油质感挺特别的,感觉是比较细腻的磨砂 涂刷之后,这个款式就完成了 片尾有用到的产品信息和BGM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哦 咱们下期见,拜拜